回去讚美一些男士 我的暮中情人啊 我很想 扔掉他了 你老公很可憐啊 真的很可憐 魚和雞蛋糕的雞蛋糕 魚和雞蛋糕 煮肉 拿雞蛋糕的雞蛋糕 英文的中文是什麼 可以說是不鹹不淡的英文 或者是不鹹不淡的中文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為什麼會不鹹不淡呢 混了一些英文又有中文 又不中又不英 有時候我自己都會犯這個錯誤 是呀都是 經常聽人說 聽得多自己都會說 是 其實我就擔心有時候做事的時候 真的不小心用了一些Chenglish 那就不是太專業了 你又中有英文 對呀 有幾個很經典的例子 都挺搞笑的 大家小心點 廣東話去讚美一些男士 很英俊 英文可能會說 他很熱 我的夢中情人 他很夢想 我很想 摔掉他 哇 Eye candy 光是網都不夠 要摔掉他 He's so yummy 他很man 他很man 明白嗎 明白嗎 He's such a good guy 不是呀 他很man 明白 He's so ripped 不是呀 好像James Bond 哇 他很man 這個男人 很有男人的魅力 是呀 很有男子氣概 對 對 沒有這個什麼 蛤 沒有這個什麼 都不是沒有的 Sarah 你今晚 好man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時候自己的懶 所以就會用錯了一些名詞 當作形容詞 或者真的聽得多 你就自然把那句話 覺得是正常的說出去 單一個音的字會比較容易講 是的 寧願是短一點 覺得好像錯機會少些 簡單些 咦 你這麼像澳洲人 好喜歡把英文 簡短了我們 你說什麼呀 老公呀 經常都有人跟我說 你老公好慘呀 為什麼這麼慘 要我這個 這麼好的老婆 是 但是小朋友 好累 好累 他們是想說 我老公 好charming 哦 哦 知道了 他們想用一個形容詞 但是用錯了 用了一個名詞 就charming 變成 好charm 其實charm 也是一個吊式 莫非她覺得 我老公是一個吊式 真的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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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次就是我老公的時候 要說charming 不要那麼慘 其實呢 就算是說英文 不同地方的英文 都有不同的用法 和不同的理解 就算英國 澳洲 美國 用的字眼 有時候 都可以很不一樣 這些那麼好吃的 在英國叫 Cr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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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奇怪 chips 澳洲是叫chips or chippies 奇怪 這些才叫chips chips 不好意思陳先生 這些是叫french fries 什麼 你有沒有去過墨基叫夜吃的 French fries 為什麼是french呢 又不是法國 Fries我明白 要炸的嘛 chips fish and chips的chips fish and chips chips fries get some fries on the side 那如果我去到美國 叫一包薯條 他把薯片給我 怎麼搞呢 這樣不是很大件事 真的嗎 對 不太嚴重 我有些搞笑點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千萬不要錯了